以文老先生有快递这首歌 延伸故事串起是一首歌 南投市公所长青大学 直笛与乐器合奏研习班 办理成果发表 以趣味的方式呈现 受到在场观众的肯定 藉由那个节奏感 可以让我们有记忆的空间 能够想象出 这个节奏乐器这个东西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含义 然后我们有一些律动的掺杂在一起 那律动当中呢 我们有前后左右旋转 这个也是强化我们老年人来 对这个脑筋上面的一种开发 我们筹备了一个成果展 让学员来表现他们 这学期所学的直笛演奏 每个学员都精心的打扮 而且一大早就来布置场地 然后将他们这学期所学的 那个乐器的演奏的成果 来表现出来 追奏直笛能够提升肺活量 自己手脑协调 训练记忆力等 队长辈来说是很好的活动 直到老师深信之指出 希望让学员学一项 能够易于携带与学习的乐器 到老都保有玩乐器的习惯 是一个很轻便 可以随时拿着 然后很容易上手的乐器 但是这个乐器 它本身就是属于独奏乐器 要合奏的话 是我们的长期计划 我们还希望有高音笛 然后中音笛 次中音笛 还有低音笛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 能够希望有这样子的 纯粹直笛的合奏 但是目前呢 我们这一期只有让学员学高音笛 那我们用很多的小乐器来加入 让整个的音乐变得更丰富 都是有31个社区 共补助3个社区 我们择我们三星社区 来办理我们的长津大学这个项目 希望我们在红尽市 说到这里可以 再加长津大学的胸口 可以研制我们的十字私人 今天就是一个成功站 没有知道我们这些学到什么 南投石工所表示 在南投县政府的补助之下 每年就会补助3个社区 办理长津大学课程 鼓励中高龄民众多多参与 学才艺并与人互动 维持身心健康 记者蔡市琪 南投市采访报道